9月16号 乐高幻影忍者大电影 在美国洛杉矶的Regency大剧院 举行了隆重的红毯首映礼 电影的主创和主演 登上了红毯和观众媒体见面 中国影星成龙讲述了 关于乐高幻影忍者大电影的感想 影片将于9月22日在全美上映 老少嫌疑不要错过 一直被期待的乐高幻影忍者大电影 终于在9月16号 与美国洛杉矶的Regency大剧院 进行了隆重的红毯首映礼 活动当天一大早 现场就人山人海 现场不光出动了警力 维持交通和安全 工作人员也不停地 向观众分发纪念礼品 小朋友们开心地和乐高积木 堆成的人者合照 随着现场人生越来越雷动 电影主演开始入场 最为瞩目的呼声 也最高的当属成龙 所有的摄像机和人群的焦点 都跟随成龙在现场移动 同时电影的主创和主演 全部一一登上红毯 和观众媒体合影留念 同时现场也请来了 儿童主持和很多小朋友 来意读乐高大电影的精彩故事 我很开心可以由头到尾 带到尾 而且从我的电影里面 我可以把很多我的想法 跟导演说 我说不只是打 应该把一些好的正能量的 message散播出来 功夫不是要打人的 是要保护人的 而且很多武器是在你的内心 你不需要去拿任何的武器 去打人家 有时候讲话教导我的徒弟 就是怎么样去 respect人类 地球 natur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everything 这个是最重要 可以透过卡通电影 给这么多小孩子 全球的小孩子看见 他们可以领略到 我就很开心了 领略不到他们很小 跟我一样 小时候师父教我 我也领略不了 当某个年龄到了 你就会领略了 我以前也是很皮的一个小孩子 到今天 因为是以前老师教我的东西 都入到我的脑子里面 现在我教会给人家 透过我的电影 透过你们的访问 透过各种的渠道 可以把一些和平 有爱的信息 包容的信息 发扬出去 故事叙述 胡大师私下训练了 六名年轻的人者 已成为坚强的英雄 与此同时 一直由加玛当大师 领导的邪恶军阔 袭击了城市 使得亲儿子 绿忍者 劳埃德 必须在对抗敌人之余 也得面对自己的父亲 乐高《旋风忍者》电影 将于9月22日 在全美上映 老少嫌疑 不要错过 环球东方记者 洛杉矶采访报道 看不准备了